柯文哲这一回的政治现金风波 有没有可能会因此让民众党真的变成消失了 又回复成以往的蓝绿两大党的政治局势呢 好 继续日本的学者小丽袁欣信 他这么的预测 他说柯文哲推翻了两党政治的挑战 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台湾政坛很可能就会回归到传统两大阵营对决的格局 对此柯文哲回复 他说不会 他有很有信心的跟大家讲 如果两党政治要长久存在有先决条件 就是这两股政治势力呢 在不同年龄层分布要接近 不过这些台湾在45岁年龄分界线的上跟下 蓝绿白分布完全不一样 所以柯文哲认为 台湾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的两党政治了 那不管如何 假设白要生存下去的话 现在眼前的这些极手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嘛 所以有没有什么样最快的方式呢 有人就讲了 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先开除黄珊珊 然后救民众党 柯文哲也有讲了 每天被媒体炮轰 没死也半条命 我有我的想法 但中平会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很难预测 目前就是先把事情结束 才是当务之急 意思就是说呢 他目前党内有两股声音嘛 一个是宝黄 一个是要砸黄嘛 但是在第一次开中平会的时候呢 柯文哲跟他们党的中平会都没有做出决定 有人就讲了 这是不是在等外界的风声 然后之后再做判定呢 好 那徐晓鑫怎么看 他说啊 这就是民众党的内斗 应该就是针对黄珊珊了 大家推测 黄珊珊不会辞掉立委 但是呢 在民众党内的影响力会下降 所以以后柯文哲就不太会这么的倚仗他 那联合报这么看的 当三党政治不在 民众党的小草们会何须何从呢 目前绿营已经有动作咯 开始在召唤这些回头草 小草们赶快回去吧 而国民党呢 是碍于蓝白和 未能够出手 但只要柯文哲堕落的话呢 没有一个政党不会对抢票会客气的 现在就是看 有没有抢得到票的论述跟能力 不过这一点 徐晓鑫也讲个大白话 民进党绝对比国民党要来得强 但沈福成不是这么认为 他说啊 国民党平常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惯了 上次在2028年呢 就是没有白的就没有办法选 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 国民党要趁这个时候 把白的给甩掉 也就是有白的没有白的都一样 要好好的革新自己改革一下 才可以跟民进党平起平坐 做一个像样的第二大党 这才是对的 好 那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呢 吴子佳 则是对于这个政治现金里面的钱 其中在做民调的部分 他很感兴趣 你看哦 柯文哲当时呢 他们目前的账算出来了 1400万元拿去做民调 吴子佳怎么讲 他做10次的民调 用1400万都没有 他就可以做114 都没有他贵 所以呢 他做的叫做功能性民调 是给小草 给金主看的是有商业的目的 那目的是为何呢 就是让这些年轻选票可以留在柯文哲身上啊 所以害到谁 害到只有赖清德这一个人 所以啦 用这1400万去做所谓的功能性的民调 吴子佳定调 他叫做诈述选举 得票率呢 因为民调而增加了不少 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款 绝对是超过1400万 所以吴子佳认为啦 用1400万去做这个民调 一般人看起来是蛮贵的啊 但是因为你后面可以领到一些政府的补助嘛 所以也是最划算的啊 所以这件事情完整的说法 我们来听听吴子佳的说法 民调1400万 他做的是10支民调 对 我做几次 我做110支 还没有他的贵 你就开始滚动式了 我7月份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我跟你解释说 我每天都给你啊 对不对 对 你就想想看 我做110次的民调的价钱 比他的10次价钱还要便宜 到底在哪里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 因为他的民调叫什么民调 叫做功能性民调 他的民调是做来给小草看的 做来给金主看的 做来给他内部自己开香槟看的用的 是宣传的 鼓舞士气 不是民调 是文宣 是文宣 他是文宣嘛 好 然后呢 更恶劣 可是他有没有声音 有没有效果 当然有效果啊 他不给他这个钱 谁帮你做这种东西啊 当然给我我也没有办法 这种钱我赚不到嘛 对不对 那他那个新的公司胆子比较大嘛 那那个民调 所以他的民调叫做功能性民调 是有商业目的 最后只有害到一个人 其实 他那个整个民调 只害到一个人 那个人叫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最后的民调年轻人快速的流动 从民进党跑到柯文哲那边去 就是被民调害的 可不可恶 所以变成你在选举你用诈述你知道吗 你用一个诈欺的方法去骗选民投给你嘛 所以我说只有一个苦主 他搞了半天 这个苦主叫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今天依法办他也没有错啊 因为他这个民调 他的我们估计他的得票率增加了多少 增加得票率领到政府的补助款的金额超过这个总价 那现在外界对于民众党的部分呢 有两个意见 第一个呢就是要珊珊来辞 请他辞掉立委 可能风波就会减少 但另外一派的声音呢 不只是珊珊要辞 就连柯文哲是否也应该要辞掉党主席的位子呢 在昨天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吴达伟来到了历史歌 一起battle的节目当中 他讲假设柯文哲真的辞掉了党主席的话 那谁来接棒呢 这个问题我们也发现你在聊天室当中写下来 如果柯文哲真的辞掉党主席的话 你认为他该不该辞呢 辞的话又可以谁接棒呢 而这个吴达伟呢 他就讲了以后不管是谁接棒 应该都很难接得顺 辞党主席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无限三更 我觉得柯文哲对于民众党来讲 他还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唯一的存在 不可能他辞党主席之后 请问谁还hold得住整个民众党 或者是柯粉 蔡碧如黄国昌啊 不可能他们的支持者群众是完全分开的 至少不是百分之百重叠 黄国昌支持者是黄国昌支持者 有部分是可能实力 或者是哪边带来的 有一小部分 那柯文哲支持者可能是之前民众党 之前民进党 或民进党留下的 某些国民党 的这个人在里面 所以这两群的这个支持者 里面是不太重叠 黄国昌此时此刻 他没有处理一个党务的能力 他做过党主席啊 他做过党主席 但是民众党党主席啊 我讲本来实力相对比较小 民众党党主席不好当的原因就是 地方的人不一定会服你 好那刚刚提问嘛 如果这个柯文哲辞掉党主席的话 谁适合接民众党的党主席呢 网友给答案 有人说学姐接棒 有人说呢是馆长去接棒 有人说呢应该没人敢接 有人说呢是蔡壁如接棒 还有人说呢是圈圈圈接棒 好我们就让圈圈圈 自己上线来回答咯 好那针对这个目前民众党的 这个政治现金怡云啊 有日本的学者小丽元欣信 他就讲了这一场风暴会结束 柯文哲推翻蓝绿两党的挑战 也就是台湾的政坛最后又回到了 所谓的两党蓝绿 这个独大的局面 柯文哲受访他说不会啦 台湾很难再回去两党政治 怎么看学者小丽元 对最近的风波有做一个评论 他说你推翻两党的挑战 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会回归蓝绿对决 这不会 这一点我就很有秩序的跟他讲 这个哦 如果有他来台湾 就跟他纯粹做学术的讨论 蓝绿对决 如果让两党政治要长久存在 它有个先决条件 就是说这两股政治势力 在不同的年龄层 它会不会要接近 今天台湾在这个45岁这条分界线 上跟下 它那种蓝绿白的分布完全不一样 所以台湾已经没有办法再形成两党政治 时事评论员陈凤青表示 在管理学跟心理学上面 要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先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 回头看 不管是磕黑或是磕粉都承认 柯文哲是世人不明 财务不明 无所谓的态度 从他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有了 说李文宗不知情是爱长冷笑话 柯文哲是不是没救了 就我们今天在管理上面 或者是心理学上面 你要能够解决问题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先把你自己的责任找出来 然后说如果我做了什么 我就可以改变什么 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 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你现在回溯去看 不管当初离开的磕黑 或者现在还在保护 保护柯文哲的磕粉们 他们都承认一件事情 柯文哲的世人不明 是从他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如此了 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 他的财务不清 然后他轻乎财务这件事情 是他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如此了 然后他对于他自己 反正做什么事情 都无所谓的那一个态度 是从他选第一次的台北市长 就如此了 那每一次反正他都觉得 他可以在磕粉的包围之下 亲戚过关 到今天为止 他会去讲李文中的那句话 哎呀 这个十大金句 他就是爱讲冷笑话 用这种方式来面对 我跟你讲 磕文哲自己不去面对自己的责任 民众党是没救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